那么实际上可以说文明的很大一部分就不存在了 文明的很大一部分就不存在了 公民社会之所以重要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能够是一种监督政府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来说 它也是一种体现社会的有爱的一种力量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刚才比如说像我讲到的王克勤 讲到的金融博物馆的读书会等等 那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更直观的例子 就是这个Wikipedia 这个Wikipedia我觉得是最典型的 在政府和市场之外 人们所找到的一种社会的力量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撰写这个信息 所有人都可以得以分享这个信息 如果说什么叫共产主义 我觉得这叫共产主义 这是信息上的共产主义 我觉得它是特别美好的一种力量 所以在讲公民社会的时候 我就想起以前人们问我 就是你认为一个进步的社会 一个进步的制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以一个什么标准去看 那后来我想了想我就说 我觉得一个最好的制度 其实就是能激发人的最大的善意的制度 那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在这方面还是刚刚起步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还是刚刚起步 我不知道就是铁制对于这个港台 这个公民社会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其实刘一刚刚提到社会并不可怕 可怕的政府 恰恰是这一点 所以看到中国的政府特别害怕公民社会 不但害怕这个公民社会的reality 也害怕公民社会的这个提法 这个discourse 所以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在去年是中国政府明定规定 有吃不讲 就是说不能讲公民社会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变成一个敏感词 那刚刚刘一提到说 因为之前我们想说 我们有个对谈是说 刘一他谈谈理论 谈谈中国的现状 那我可以谈谈台湾跟香港 因为恰恰好这三地社会 我们看到三个不同的阶段 就台湾当然已经经历了民主化 而且达到某一定的民主化 达到某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 虽然它有很多的问题 那香港在我看来 现在这个时间 正是一个兴起的公民社会 而且在争取自己权利 一个斗争的关键的历史时刻 那在中国前 刚刚所提到的 还是在一个比较初期的在争取 而且这个政府 对这个社会压制还是比较多的 以台湾的经验来说呢 其实我常跟外面的朋友说 很多人美化了台湾的经验 我们现在看台湾 我常说我们看到两种台湾 一个台湾是很多香港大陆朋友 很喜欢台湾那种民间的力量 民间的文化 咖啡店啊 民宿啊 东部的自然风光啊 简而言之 小清新的台湾 然后另一方面呢 我们所看到的台湾是 香港的媒体啦 大陆媒体常报道的 政治上的混乱啊 打架啊 陈水扁的腐败 马英九的无能啊 马英九的民调比香港特首梁正英还低 确实是个奇迹 好 那关键是这两个台湾 为什么会两种 截安不同的台湾呢 在我看来 恰恰是一个中间力量的缺乏 也就是公民社会力量不够强大 就台湾过去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民主化 我们犯了一个 其实西方理论 也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是说 很多时候是以选举为中心的 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一定的选举 公平开放选举 民主都完成了 大家没事了 回家了 可是这个时候 公民常常只把自己矮化成选民 每四年选一次 平常时候他对国会的监督 可以不用太关心 平常时候他不用太关注公共政策 尤其是台湾的媒体 是特别特别的糟糕 他没有扮演公共领域中 一个核心的角色 本来媒体我们期待 他是可以作为公共领域的 一个关键角色 在于不同价值的辩论 澄清 政策的讨论 对政府的监督 但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台湾的媒体是非常的糟糕 可怕 他是八卦化 琐碎化 党派化 partisan 当然 这个是指的台湾 我觉得公共领域是相当的虚弱 所以很多年轻人过自己的生活 过所谓的小日子 可是平常对于公众的监督不够 所以我想 当然我们有这么好的空间 但是公民社会的加强是非常重要的 公民的参与 监督 对公共事务的关注 这个是台湾我觉得要在加油的 那回头看香港 过去在97年之前 香港当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社会 是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 即使到80年代 90年代 香港开始争取自己的民主 尤其是97之后的民主的安排 还是比较在精英层次的 政党层次的 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 争取自己的政治主体性 或者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公民社会 而关键点可能在10年前 也就是2003年 7月1号50万人上街 反对制定23条 结果人民成功了 确实当时就不制定23条 那当时人民觉得 feel empowered 觉得被赋予力量 好像我们的战略 确实有改变 所以从03年到这10年 很多人说是香港公民社会的崛起 这个MAD的主办人 Ella Wong 她去年7月在号外杂志 写一篇很长的 8000字的文字 谈这10年 香港公民社会的成长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国民社会的成长 对于这个执政者 造成非常大的担心 对于掌权者 各位如果在香港 注意到这几天的气氛 包括香港 明报和总编辑 很多人都觉得说 是不是对香港 新闻自由的打压 因为当然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是国民社会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这个打压 会让香港觉得非常担心 当然我想 在未来几年 更是香港 一个关键的历史决战 到2017年 就到底这个社会 追求民主 追求自由 追求个人 再获得一个新的尊严的力量 能不能得到他们最终所想要的 还是说特区政府 或者北京政府 会希望压制这个力量 因为毕竟香港的公民社会 如果一旦壮大 更壮大 当然对整个中国内地的影响 会是非常深远的 我想这个是看到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同公民社会的发展的情况 那也许想再问问刘虞 就是说 我们谈了这些历史社会的分析之后 你觉得一个年轻人 可以做些什么 尤其是我刚刚其实没有提到 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 公民社会的成长 我觉得跟网络世界很大的关系 网络世界的成长 某一个程度 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成长 我们看到微博上 大家有很多 很vibrant的一个public discussion 然后其实在香港和台湾 社会运动 其实因为这些Facebook 都扮演重要角色 其实全球我想都是 但是我们也看到网络世界出现很多新的东西 譬如说一些 我觉得这一两年在大陆跟香港 都很明显 很多不理性的声音出现 很多的讨论 包括在香港 可能各位注意到 民主派 本土派之间出现严重的分裂 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可能很多立场一样的朋友 因为网络的世界 大家很多语言开始粗糙了 所以出现新的很多的 很多令人困扰的一些 非理性的语言 不知道刘虞怎么看 对不起 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情况下 仍然做一个理性的坚定的 去推动公民力量的成长 我觉得刚才听完你讲这一番 关于港台的形式的分析之后 好像我觉得大家都很depressed 所以给我们一些 我觉得因为你讲到台湾的时候 是一片混乱 然后讲到香港的时候 是一片黑暗 然后我刚才讲到大陆的时候 就是一片混乱加一片黑暗 所以本来我们是来给大家鼓气的 结果我们成了给大家泄气的 没有没有 最黑暗的时代 表示我们有非常多的工作 值得我们去做 对 一般来说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是是是 尤其对有志青年来说 所以我刚才因为讲到这个 因为这个讲话的题目 他们也定成公民态度 刚才铁制也不断地提到理性的概念 所以我在想 如果我们今天想做一个公民 在这样一个时代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时代 怎么样去树立一个公民态度 首先我想到一个人 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许舒远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里面讲到中国的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年轻人 跟他吃一顿饭 然后他就发现那个孩子 就非常有正义感 然后非常的愤世嫉俗 然后因为这种你刚才讲的 这种网络文化的那种熏陶 然后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这种 就是正义 然后自由 民主 解放 反抗 斗争 等等这些词汇 但是后来许舒远说 我跟他聊了很久以后 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人像一个空心人 就是在他的这些概念的包装之下 实际上他并没有任何的具体的做法 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 然后他就是 愤怒就是他最大的资本 然后甚至因为这种愤怒 遮蔽了他对世界这种知识上的好奇心 和行动上的这种行动感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我觉得在今天 我觉得并不是说越愤怒 就越是一个公民态度 我想至少我看并不是这样的 相比之下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人 就是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大款 我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是大款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大款朋友 然后他呢 这个网络上的名字叫一毛不拔大师 他实际上他真名叫这个贝志成 然后他呢 他去年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就是在中国 有关于这种化工厂 对水体的污染的各种就是说 这种传言吧 然后大家都对吃水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恐惧 然后呢他就自己 虽然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环保部啊 或者是这种什么质检公司啊什么的 但是大家都信不过这些政府部门 然后他就自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自己买了一批仪器 然后背着这个仪器 跑到中国南部一些化工厂门口 然后就是测他的水 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然后当然 就是说买这个设备需要花钱 然后呢他自己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 他可能又重新去复习一些这个化学的知识 最后呢就出了一批这样的结果 出了一批这样的结果 我觉得他这个人 就是说我觉得他做的事情 就是反映了我心目中的一种公民态度 就是他有愤怒有怀疑 但是他同时还有别的 这个别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就是行动力 就是当我感到不满的时候 我不是哀叹几声或者抱怨几声 睡一觉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而是说我可以做点什么 实际上我也的确可以做点什么 还有除了这种行动感之外呢 我觉得就是他还有的就是这种理性 这种理性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用数据说话 我要用事实说话 如果一个地方某一个工厂 它的水污染超标了 那就是超标了 如果没有超标 我也不会为了迎合这种民众的愤怒 说它超标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实事求是 这种有依说依这种态度 我觉得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所以我在想就是什么叫公民社会 我想就是什么叫公民态度 我想公民责任感这一点 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我觉得一个特别平衡的公民态度 就是责任感行动力和理性的三者的结合 我觉得哪怕是你并没有政府的支持 哪怕你没有一个团队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责任感 行动力和理性的这种结合 那么你一个人也可以成为一支对立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应该都是有行动力 有责任感 有理性 那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题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提出来 要快点 因为显然很多人会举手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决定 各位有什么问题 中间这位 有麦克风吗 中间这位 中间这位 有麦克风吗 谢谢观看